这一家菲利咖啡是我们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的 当时我们是要去另外一家咖啡店 在去的路上看到了这家菲利咖啡店 然后当我们到达我们原本计划的咖啡馆的时候 发觉那里不尽如人影 所以我们又返回来到了这一家咖啡馆 感觉好像是一家当地的小网红咖啡馆 位于三塞地区 一般的游客到达会比较远一点 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尝试一下 现在鸡肉饭吃好了 我们在研究去哪里喝咖啡 然后就扫了一下谷歌地图 找到一家好像看起来不错的 应该也是自己家的房子吧 然后改了一个咖啡馆 在泰国这种咖啡馆就挺多的 它开在的这个地区就很难成为那种网红 好像是韩国人开的 韩国的咖啡有文化好像也挺好的 叫什么就是一个叫什么费咖啡吧 他们应该是韩国 门口也有不少人拍照 跟圣诞树子要拍照 还行吧 现在暂时还不是很热 这个咖啡馆的环境还可以啊 后面还有个小花园 其实不热 但我儿子他就不想待在外面 懒 后面就没有了就一个洗手间了 整体还可以 中上看一下里面的环境 里面怎么样 就来一块蛋糕吧 这次是什么蛋糕啊 我都没有没有见过 这次是什么蛋糕啊 哎呀咱们要不要吃这个 来一块吧 来看这个 扫迪卡文的 麦卡丽米亚 麦卡丽米亚 那是什么蛋糕啊 这是麦卡丽米亚 巧克力 卡丽米亚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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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哪个什么 他们有什么有推荐的 我看图片吗 Batterscotch 我这个要玩Batterscotch Latte 要玩 谢谢 好 谢谢 我等等帮你们拍照 我上二楼看看 我二楼不能上 这几个泰国人在圣诞树上穷派吧 三杯饮料吧 加一个蛋糕 310泰铢 多少钱人民币 五六五十几块钱 便宜吧 这还算是相对比较贵一点的咖啡馆啊 因为韩国人开的大概成本稍微高一点 可能也是做很多韩国朋友 因为很多就是泰国人的咖啡馆 六七十七八十泰铢一杯饮料 就反正应该会比他再便宜个百分之二十 所以在泰国啊 清迈很容易实现咖啡自由 这种环境你要是在中国的城市里面 其实很容易成为网红的咖啡馆 对不对 但是在泰国呢就OK 还可以 但是挺多的 这杯叫什么咖啡 咖啡啊 味道还行嘛 花式咖啡 花式咖啡 这种 甜不辣椅的 咖啡味饮料了 刚才点的这个什么焦糖什么蛋糕 上面是栗子吗 坚果 下味一 挺点甜 配美色话就还行 别动啊 我感觉全画幅拯救不了你的脸 只能靠这个有手机的AI 有美颜来拯救你的脸 你躺下来就一个 那大冰脸就 那就往那车 好好 你那种回头看我 好好好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还行还行 不要动啊 不要动啊 你不要是帮有夏小姐 有拍照的时间 有美四下捂住了她的那个 受创的脸蛋 这边是我的 手拿过去 拍照 变脸怪在挑照片 没有一张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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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没有办法 你赶紧把口罩戴好吧 有可能把口罩戴好了 拍照会好看 有兴趣的朋友 只要在谷歌地图上输入这个 飞地 咖啡和靠水 就可以到达 前面的泰文不用输入 最后呢 辅上我个人的评价 那么这家咖啡馆呢 位于清迈的三赛地区 外部环境不错 有一棵很便宜的大树 咖啡馆内部的装修也挺有品味的 是那种很舒适的咖啡馆 至于食物 咖啡的蛋糕就比较一般 就是很平常的那种 价格谈不上性价比高吧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 应该都还是觉得比较便宜的 总之如果是在附近生活的话 还是推荐可以来尝试一下的 但游客的话就不必了 因为清迈这种情况的咖啡馆 还是比较多的 请你 订阅这种咖啡馆 请你 订阅那种咖啡馆 明镜团 请你 订阅